今天聊聊编幕的社交行为 首先声明一下哈 狗的社交行为不是受汇广训练 完全两个概念 狗的社交行为单纯的是指狗与狗的接触 咱们今天聊的是编幕的社交特征 第五点编幕绝对有社交牛逼阵 尤其在未成年时 那见到狗就有上前招呼的冲动 是冲动吗 是那种欲望很强烈尾巴竖的高高 抬头挺胸的那种 李老远就会全神贯注的注视 好像忘掉了一切 要说编幕在什么时候最难换回 那就是它在和别的狗玩风的时候 很会把主人的呼唤当成风的召唤 第四就是编幕学习能力超快 在社交中也体现了淋漓尽致 它和比较温和的狗不玩就会有温和的性能 如果把它扔进爱干架的狗圈 那这崽子的干架欲望就会很强烈 而且咬架的技能学习也很快 这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当着崽子学会干架 以后可能就不能愉快地玩爽 见到其他狗狗还要特别小心 身边就有这样的力 一人一狗相吃很多人 第三是编幕在兴盾时特别爱叫 会主动招呼其他狗玩爽 可以说是爱的呼唤吗 你过来啊 它可能会把某只狗狗当成喜阳阳 围着它不停转圈睡觉 在它和狗玩耍时 基本看不到它停歇的脚步 能连续跑动一个小时以上 搞得有些年纪大的狗狗都心烦哈哈 第二是编幕成年总是以后 它的社交行为明显会稳定减少 它可能只对异性感兴趣 平时可能会冷漠地或者高傲地看着其他狗狗 有一种孤懊自杀的感觉 有的朋友说编幕看不上其他狗狗 有轻蔑的眼神 编幕只会和编幕玩法 当然它也可能真的把自己当成 初步判断这种稳定状态最起码在两岁以后 第一点强热一下 经常在一起玩的狗狗也是分等级的 也会分出大小王 它们在中夺位置时也会有猪 有一些肢体碰撞 但不会下口狠咬冲突后 就会和谐相处 这里主人要注意观察 干架咬住不放的狗狗一定要远离好 不然等着崽子学坏 你和它真的要不老相伴了哈 感谢他 南瓜 南瓜